現在的辯題是選手節目對青少年的影響幣大於利 由正方天主教國德聖中學對反方馬力樂修院學校中學部 很榮幸今天邀請到三位評判在白亡之中秋空出席擔任時辭的評分工作 他們分別是聖工會女名財中學辯論隊教練王申宗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鄺力恆先生 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長王均豪先生 事不宜遲,我們即將開始辯論比賽 提醒多次在場各位人士,在比賽途中儘量保持前後置鏡頭或所有視訊鏡頭開啟 另一方面,提醒多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聊天室,反方打了一些人名和團體名 評判都可以提醒,不過我都要先提醒反方一次 變超連是沒有俄語申報機制的 不過也不要緊,我們看看評判通不通過 如果評判覺得這一堆藝人名稱、團體名稱、比賽名稱和 總之所有英文名稱都屬於專有名詞、詞人名或書名 當反方提到的時候和正方提到的時候,主席都不會提醒評判需要扣分 可以評判看看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問題可以在聊天室打一句OK去作實 不OK就直接指出誰不OK就可以了 好,那三位評判都示意了可以了 反方同學和正方同學都有權使用這一堆外語 好,沒問題,那我就繼續了 提醒在場人士視訊鏡頭中途不能斷開 並且這次的比賽是會用主席人聲示意的 先問怎,她要這樣報ア面對外語 請問在場有沒有人會聽清楚? 你也聽不到知間分別嗎? 所以這樣比賽應該直接開始了 那首先 discussion比賽停下來了 請到台前預備,你有4分鐘發言的時候 準備好後可以先給我示意,可以 可以 其專業性、反映的價值觀和可觀性都有新的趨勢 由專業性而言 選手節目的評審標準有選專業 例如美國攀任選手節目 美食頻道就著重流行文化和個人性格 覺得了廚藝在節目當中的重要性 有選攀任專業本身 由價值觀而言 選手節目當中買人切 用不同的手段搶鏡頭的畫面比比街市 令我性競爭影入觀眾眼簾 由可觀性而言 選手節目的興起 令各個節目都要用不同的手法 以保持可觀性和特為移出 而這些手法包括放大衝突場鏡 給予誇眾取寵的參賽者鏡頭 以及達至製造話題和炒作話題之效 部分節目更加傳出手授會造假 以賺取利潤而選手節目問題重重 參賽者和觀眾 既往往是一些未完全成熟的千兆年人 處於青春期的他們思想和行為 亦都十分容易受到他人的影響 有時未經深思熟慮就想大膽嘗試 對於分辨是非對錯黑白的能力也未成熟 而今天要衡量辯題成立與否 就要審視一下近年的選手節目 對於這一群年青人而言 不論作為參賽者還是觀眾所帶來的影響 究竟是弊多還是利多 而我方今天政立變題 原因有二 第一對於觀眾而言 選手節目宣揚錯誤的價值觀 扭曲競爭如意 其實選手有競爭是很正常的 但選手節目所放大的是 嘩眾取寵的惡性競爭 中國女團節目創造101 本身講求的是要培養中國最強的女團 但最後被販賣貧童 天然外人切的人超越 節目實力都能夠以第三名成功出道 外人切之外也有能力稍順的參賽者 為了剝掃鏡頭而做出誇張 或者故意引起事端的行為 例如美國傳藝選手節目 我要做主神 他講求的是藝術創意和團隊合作 但在節目中我們看到的是 廚藝獻家不斷討怨 甚至是樹立敵人的對手往往 能夠留在比賽的後段 淘大被他觸色的廚師 而這些選手節目這樣 只會助盡了不良的價值觀 對於從眾和容易受敵影響的青少年 對於看了他們這些節目之後 就認為可以以嘩眾最重的方法和手段 去獲取同情和成功 而並非運用自己固有的能力和知識去獲勝 第二對於參賽者而言 選手節目放大了實力以外的元素 令參賽者無法真正展現才能 選手節目本應是一樣 不同人去實踐自我和追夢的地方 然而為了要賺取利潤不少節目 就被爆內定結果 例如韓國女團選手節目 Produce 101第四季 被揭發收受賄賂 對結果造假 和韓國選手節目的偶像學校 全體41名參賽者 亦都被指並非由海選產生出來 即使沒有造假 節目為了賺取收視 都會大放花邊新聞 令參賽者受到輿論的攻擊 沒有辦法展現真正的實力 由追夢最後變成夢碎 這些負面影響更加可能跟足青年人的生日 就像青春有你二的有小圈子 有小圈子搶中心位的冰青玉結四包胎 由爭議起到對賽後 都一直被網民批評和評擊 不但會影響你的升學就業 甚至他們心靈和精神健康也會因此而受損 最後想問右方 選手節目所引起的網上評議和輿論 究竟對於這些深自未成熟的年輕人 有沒有理說呢?多謝大家 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6秒 無過事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反方主辯可以開麥克風 還有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可以 要開麥克風 是的 可以 叮 除了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一出來就跟我們說 說冰青玉結 他們又一起搞小圈子 所以就贏不了 但是有方同學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他們已經第一輪被淘汰了 所以根本這個問題是 一些搞小圈子 一些不是真正努力的人 他們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他們是 他們是 他們是會被評判見到 他們是會被人淘汰 所以根本就不會對那些有實力的人 有任何問題 而選手節目是展現某方面選擇優秀人才的娛樂節目 有多方面的評審標準 而選手節目和一般比賽的分別 就是在於選手節目比一招定勝負來講 更加重視當中的過程 而青少年則是處於童年至成長的過渡時期 而自我意識較強 而各方對於選手節目 對於青少年影響你而敗的衡量 標準在於選手節目 有沒有幫助到青少年的成長 而各方認為選手節目對青少年影響你大於 不如有意 第一為青少年提供追夢平台 現在有些青少年希望發展自己的技藝 甚至想以技藝發展為事業 就例如金車文教 基金會於先前的調查就指出 青少年的夢想前兩名作為電競雪手和美食家 而選手節目就可以給到機會 向他公眾證明自己的才能 而在歌舞和偶像方面 香港就有《全民造星》 大陸就有《青春有你》 香港就有《普遍101》等等 而一家之學民的姜桃仔 19歲的時候參加《全民造星》 贏了貢軍之後 得人上色加入了MIRROR 而在廚藝方面 美國的MasterChef Junior 2015年的贏家Logan Gulab 在贏了之後 參加了幾次的慈善晚宴 有無數的食品顯示 甚至在5月的世界冠軍燒烤大賽 成為了萬菲斯唯一 可以獲得資格認證的燒烤法官 而在電競方面 在大陸的節目 終極高手獲勝之後 就可以直接成為了頂尖戰隊的選手 例如19歲的梁宇軒 在100年贏了終極高手的總冠軍之後 就可以出道 加入排名頭三之一的AGC玩會 有機會代表中國隊 打進電競的國際比賽 如果沒有以上的選手節目 上色的人只可能在這裡 繼續讀書 沒了他們發掘才能的機會 第二 為觀眾建立良好的價值觀 相比起以前的歌唱比賽 亞洲星光大道 橙一丁這樣 他們只不過是會播參賽者的表演片段 大家注意一下就算了 但是現在的選手節目 就會好像紀錄片一樣 將他們練習的片段 全部剪載出來 就像偶像團隊選手節目 賽做101這樣 每一組的比賽時間會播5分鐘 但是其餘的時間就會播25分鐘 給青少年看他們怎樣去努力 練習解決難關的過程 而節目就不斷傳遞 一個很強的信息給青少年 就是不努力 不犧牲就一定不會成功 這種態度對於青少年的成長 是非常重要的 見面印象深刻 就好像《全民造星》的李俊傑說過 曾經他不明白為什麼 他每一次要轉100%的努力 都沒有人認同 或者沒有人會喜歡他 所以他一直在比賽中 很努力地練習唱歌跳舞 所以最後在比賽中 都沒有人的激讚 終於有人認同他了 這些選手節目 就正正可以令青少年 知道原來自己不去努力 他都少許放棄 就一定不會成功 所以選手節目 不單只是一個娛樂節目 那麼簡單 而是可以給青少年 一個好好的價值 供給一個媒介 總括來說 提供追夢平台 為青少年建立良好的價值觀 都可以大大幫助 青少年自身的成長 所以選手節目 對於青少年來說 必定是利大於弊 就想問考慮同學 好像姜濤從小到大都想像 的人一樣 現在參與了《全民造星》出埋到 好像根據這些 這麼有夢想的青少年 選手節目 對於他們來說 是利大於弊 謝謝各位 反方主變的發言時間 為3分47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就會進入台上發問的環節 台上發問的環節 會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員 向反方主變提問 然後當反方主變作答完 再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員 向正方台上的主變發問 無論是問、準備還是作答 都是有一分鐘的時間 而這一分鐘內 就會在發言的完結前 30秒 15秒 會有一丁提示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現在先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上 原向反方主變發問 你有一分鐘發問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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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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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評判 隨隨各位 剛才我方主變問有方 因為選手節目而出現的網上 評擊和輿論 對年輕人有沒有利處 有方不敢回答 因為有方都知道 評擊和輿論 對年輕人來說是沒有利處的 其實現在的節目 的趨勢是多 和誇張 喜歡炒作話題 引起討論關注 甚至是被這些不好的參賽者 大量的鏡頭出現 想問有方 有方基於這些年輕人的什麼特質 覺得選手節目的這些負面價值 會不會灌輸給年輕人呢 多謝大家 反方主變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計時開始 再次的看看 沒問題 再次知道 陳達 拍手 開atus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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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又請反方主辯回答,你有1分鐘作答時間,可以向我示意嗎? 可以 我今天主編問他們網上的評擊對參賽者沒有影響,下方答你是一個離處的影響 因為現在就像《全民造星》的MC那樣,他本身是一個很頭寸的人,他經常遲到這樣 最後因為有一個選手節目,他最後播了出來之後,他反省到自己原來是有這樣的問題,所以他就去改善 所以這些網上評論對參賽者是好的 還有一位同學問我們為什麼那些錯誤的價值,那些挖眾取寵,為什麼不會傳送到青少年 那我方是覺得是會傳染的,因為就像《全民造星》的選手奧 他自己呢,因為他是一個比賽,就是擔當著不努力,挖眾取寵,手薄鏡頭的人 但是最後做什麼?最後他在比賽中輸了,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正正,作答時間結束 好,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元向正方的主辯發問 請問反方會派出哪位? 是,前米前米,反方一副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可以 好 定 選手節目中極高手贏了就可以直接加入頂尖戰隊做職業選手 例如AG超援會,沒有贏的青少年都可以在節目中獲得頂級教練的Mini的一對一指導 想問有方同學一個有電競夢的青少年 在家裡打遊戲又怎會得到頂級教練或者選手的教導呢? 正方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計時開始 一邊 一邊 十分會 半分會 二ium 十分會 二 準備成結束,現在有請正方主便作答 你可一分鐘作答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正 主席評判住各位,剛才有一些問我們電競的青年人 他們在家裡有沒有離處呢? 其實電競和選手節目是無關的 其實我無法碰到任何可比性 還有就算有人參加是否真的等於利大於弊呢? 其實不是的,因為現在社會的風氣是接納了不同的文化 更多的是,現在在選手節目我們看到當然是誇張 又或者是誇眾取眾,又或者是評擊 其實這些都是對於年輕人是貴大於弊的 還有有方根本就沒有解釋過 為什麼有人參加又或者有頂級選手的指導呢? 就等於利大於弊 其實現在譬如文憑史這樣 不是,多人去考文憑史 就代表這個高中的課程 對於年輕人的影響是利大於弊 最後想問有方,是否以一個選手節目 小人參加小人成功就等於貴大於利呢? 多謝大家 好,台上發問的環節已經結束了 現在就會進入雙方一副的辯論環節 現在會先請正方第一副辯導台前預備 沒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可言 試麥,試麥,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聽不聽得清楚? 主席,不好意思 主席,不好意思 我發現我的分子還未取得編輯權 所以我改不了分子 好,請等等 不好意思 同樣的問題都出現在我身上 不好意思,主席 謝謝 好,因為我們今次處理分子的方法是 我們將權限發送到三位評判的個人電郵 不過不要緊,我們現在即時處理的方法就是 我在聊天室那裡 我會輸入一條連結 我會PM兩位評判 等一下 如果是用PM的連結 就應該都可以輸入 如果再輸入不到可以再告訴我 謝謝評判 等兩位評判可以進入分子 看看是否輸入到 再打開自己名字的分子就可以了 因為有三張文章 三張文章裡面有三個名字 好,現在可以了 麻煩你,主席 謝謝,鄺評判 我也可以了,謝謝 謝謝,王評判 好,那我們賽事繼續 現在又請政方第一副面 發言 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可以 是咪是咪,請問聽不聽到 聽得清楚 是,可以 各位打好 好,今天歸納有方紅學的尼書 就覺得年輕人作為參加者 就可以在製作101 或者青春有你裡面去追夢 就多了些機會了 然後作為觀眾 就可以建立一些良好的價值觀 但我們先看看 原來有方紅學所說的追夢 我們在製作101 看到它已經不再是一個普通的選秀節目 它更加是有投票造假 中心位爭議 負面惡意的展輯 以及一些內定的結果 而青春有你裡面 也有一些惡意的展輯 以及造假的情況 請問有方紅學 這些是否你口中所說 要學到的良好價值觀 有方紅學學到的 要追夢的時候 要負上這些代價 是否值得 再講有方紅所說的利署 是否真的這麼普遍 我們今天見到有方紅是直線邏輯的 他覺得選秀節目 多人討論 或者他們多了些機會 這樣就叫利大於弊 他根本就沒有從節目的性質 以及年輕人的特質 去討論和衡量利弊 再者,今天有方紅是偷換概念的 他將選秀和選秀節目 是混為一談 但選秀是正面的競爭 但選秀節目是一個惡性和不公平的競爭 我們看看選秀節目的實質閉著 我們今天見到 由2007年英國才藝類型的選秀節目X Factor 去到有方紅所說 20年中國偶像培訓類型的選秀節目 青春有利2 全部都是經過惡意展輯 賄賂、造假、內幕操控 有方紅最喜歡的青春有利2 原來製作人為了營造參賽者趙小棠有自滿的形象 不單止將他感謝隊友的發言剷除 更加是將努力讓大家服我 這句句子當中努力去剷除 去改變這個句子的意思 由此可見選秀節目的重心 已經不再幫參賽者去追夢 更加是比賽會想突出參賽者的醜態去製造話題 或者是想襯托賽會想捧起的參賽者 而韓國2017年偶像培訓類型的選秀節目偶像學校當中 都是同樣造假 而偶像學校的製造難以表明 造假是為了挽救過低的收視率 是為了公司的利益而造 而由此可見節目的重心 不再是有方紅所說 為了參賽者可以追夢 不再是可以建立良好的價值觀 更多的是建立一些壞的價值觀 去展現他們的虛偽作假的負面價值觀 而今天我們雙方都不是為了鬥多禮子 而是為了呈現選秀節目的情況和趨勢 就像製作人為了避免 像農德大學媒體研究系教授 Annityu Hill所說 選秀節目的格式疲勞和過度商業化 令到收視下降影響收入 所以他們才要不停找方法去提升收視 而最後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選秀節目今天針對年輕人容易受人影響 重重的特質 令到年輕人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以為賣人設、造假這些就可以獲得認同 而有方同學今天選秀節目去灌輸一個錯誤的觀念 是不是真的利大於弊 有方同學麻煩去評論一下利弊 最後就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基於什麼年輕人的特質 就覺得選秀節目的負面價值觀 是完全不會灌輸給年輕人的 有方同學又基於什麼 又見到這些負面的價值觀 因為選秀節目變題才成立這麼高的標準 有方同學自己又如何論證呢? 時間為三分零五秒 沒有超時 無需過分 現在又請反方第一副辯 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準備 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我們現在看到選秀節目正直流行 例如中國的偶像選秀團體類節目就是偶像人生吸引了上億數字的觀看數字 這樣就可以令到大眾接觸到不同的公眾 原來唱跳都可以成為一份工作 告訴青少年職業不再只有傳統選擇 因此可以鼓勵到不同身為絕技的青少年大膽追夢 其實今天有方質疑我方有兩個原因 就是一個是說 蛙眾取寵一夜成名有僥倖心態 第二個是說擔心比賽有內幕 先說蛙眾取寵 今天有方一直都很喜歡說青春有你二的兵兄玉傑 而且我方說過的全民造星中的奧丁 他們都可以用蛙眾取寵的手法去吸引人的目光 其實他們第一輪就已經被人淘汰了 正正是告訴青少年聽 你靠蛙眾取寵 你不努力 你會失敗 而一夜成名的選手 他們大多數都是有實力的 只不過他們的實力是突然之間被人見到的 但前提是他們必須要有努力 例如創造型2021年的高人氣選手劉宇 就曾經在節目中表示 自己有16年的中國練武經驗 所以他才可以在舞台上展現出來 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其實每個選手努力的原因都是努力 也會在選手節目中努力的過程播出 這個正正可以告訴觀眾 不犧牲 不努力就一定不會成功 我想問好像有分剛才說的楊超越 你有看到多少個呢? 而我方看到的是大部分都是努力的選手 今天有分又覺得比賽內定會對選手不公平 所以比賽是廢的 但我們看到NB市政賽的球證崔黑秀 二人一四年亞太世界小姐都有黑幕 很多比賽都有黑幕 但這些不代表有選手成份的東西就是弊打於你 而且有黑幕這個問題主辦方應該是可以解決得到的 所以如果他解決得到的話 有方所說的弊處就不會存在 而一個正常的選手節目的好處當然不只是贏 自身的進步、爆光率、人氣上升等等都是一些好處 例如演員請就為第二季的陳友惠 一開始就被批評演技不好 在裡面努力聽老師的建議管好自己的表情、文章定位 最後一步步由B去到A 去到最後最高的榮譽S 雖然他沒有在這個節目中贏出 但他的努力和進步都是觀眾有目共睹的 在節目爆光後人氣不斷上升 直接翻了整倍 即使不入圍選手節目對他們來說都是利大於弊 其實選手節目可以提供到一個良好的環境 已經是有科沒有否認過的 選手節目會提供到一些著名的導演 或者是教師來訓練參賽者 也不知道原來電競都有選手節目 就例如終極高手就邀請了四冠金牌教練 Gamini來教所有有電競夢想的少年 教他們怎樣有些細節位怎樣打好 這些層次都是你坐在家裡不會有的 想問有份同學如果一個人參加學校的話劇社表演 他為什麼好像十八歲的馬家琪有今 還有影后張自然的教導呢 多謝各位 好 反方的發言時間為三分鐘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好 現在有請正方第二副辯到台前預備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原示意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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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主席評判在這個位置 大家好來到義父可以貴立有方有兩大問題 有方覺得有人成功是代表利大於弊的 首先按照有方的邏輯 現在選手節目也有人失敗過 那是不是代表我方成立了變題 代表著弊大於利呢 再者是不是有方覺得 只要節目裡面有人獲得 獲取了人氣 就代表著所有的黑幕 所有的不公平都會消失呢 或者即使有黑幕都好 對年輕人來說 都是沒有任何的影響呢 再者有方今天主片一開始就跟我們說 搞事的人會被淘汰的 所以沒有任何問題 但問題是有方今天很輸打贏要的 選手節目裡面搞事的人就會被淘汰 但很可惜的是人是會一錯再錯 我方只是看到無論是歐美、中國、台灣、韓國 搞事的往往都會被淘汰到最後 這兩件事我方前場已經講過很多的例子 再者我按照有方的講法 選手節目裡面搞事的會輸 為什麼青春有理裡面 冰青玉翼的鏡頭會多過實力好的預言呢 而有方怎麼確保青年知道這件事 會覺得努力是有回報 而不是覺得努力追夢都沒用呢 我方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搞事的 真的會輸了 總管全場有方就只有一個論調 就是有節目有機會就可以追夢 但問題是事實上是否真的這麼理想 韓國女團選發節目produce for 48 日面 韓初环李佳欣因為節目組造假 冒遠成為Ice One的一員 中國選手節目明日DD票數以上 人氣選手萬子坤被淘汰 對於他們來說努力追夢過後是夢碎 有方會說5在1出不到 至少都可以展現自己的才藝 但很抱歉的是大部分選手連 展現實力的機會都沒有 南韓男團選手節目produce x101 參賽者黃關豪直指 有選手一早知道比賽曲目 而自己努力編舞 但是一個鏡頭都沒有 但是一個鏡頭都沒有 沒有展現自己不特止 節目的惡意剪接感會令選手 直接成為輿論攻擊的對象 在這個選手節目show me the money 4 裡面 所以出口租惡意剪輯 令觀眾覺得他不肯參加競賽才被淘汰 因而受到攻擊 聲稱有理意裡面的余書欣 因為前期節目放大他的誇張反應 因而被受批評 甚至全網一起罵 上次的例子我跟全場已經說過很多 是因為伴隨著選手節目的興起 伴隨著競爭而來的嘛 這些黑幕和惡意剪接已經成為了現在的趨勢 追夢的選手節目已經發展 成為了消費參賽者的商業產品 當一群有夢想的青年入到節目 被成為消費的一員被摘馬 甚至因為造假而成為陪侵品 有方說過的機會不存在的才藝展翼 又是不是真的多於弊呢? 相信在座各位心中有數 故事今天變題絕對成立 多謝各位 請方第二副片發言時間為2分54秒 無過事無需扣分 現在又請反方第二副片 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可以 可以 定 正好 正好 各位大家好 有方就說 我們 有方說有人成功就等於利大於拜 但是其實 在這個比賽 在這些選手節目裡面是沒有人失敗的 因為他們學到的是經驗 他們可以由一些專業的職業選手去一對一教學 還有有一些 例如 演員請就說 有香港著名導演 溫東升去教他們 他們已經賺了這些不爲失敗 那有方又說 冰青玉結他們教娃中嘴 還留到最後 但我方已經重複了很多次 他們第一輪已經被淘汰 但是語言就留到最後 有方又再質疑我們 我方說的利處是來自選手 而不是選手節目 但是其實選手節目本身就是選手 只不過是將它的過程公開 而選手節目的好處 選手有的好處選手節目都會有 有了這個節目 青少年就可以有追夢的機會 還有有方沒有辦法否認 選手節目播出之後 可以為觀眾建立良好的價值觀 因為節目播出之後 觀眾可以看到選手努力的過程 而可以幫助青少年 建立了不努力不犧牲 就一定不會成功的價值觀 如果選手節目做不到以上的效果 那難道有方覺得 觀眾看不到的普通選手 可以傳遞到這個效果 有方又質疑 就說選手節目有機會造假 會有黑幕的出現 那就連一些 NBA和世界足球杯等等頂尖的比賽 也有黑手的出現 註明選美比賽也有內定名次 以及額外交易 那不代表這些比賽全部都要取消 全部都是弊大於你呢 還有其實有黑幕的問題 主辦方可以解決到 只要他們解決到這個問題 有方所說的弊處就不會存在 問題根本就不在選手節目裡面 還有不是所有參賽者的目標都是出道 例如全民造星II的18歲的波仔 他參賽的目的不是出道 有更多的知名度 有助他事業的發展 即入不到為選手節目對他來說 都是利大於弊 我方義父曾經說過18歲馬家琪這個例子 選手節目他憑他的努力 由一開始不被觀眾看好 而到最後他談過他的努力 證明了自己 這個選手節目不單止給他一個可以追夢的平台 還可以讓觀眾看到原來靠努力都可以證明自己 所以選手節目對青少年來說的影響是利大於弊 多謝各位 反方第二副片發言時間為2分49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會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台下發問跟剛才台上發問的計時方式完全一樣 都是一分鐘問一分鐘準備一分鐘答 只不過今次就是由台下的辯論員向台上的辯論員發問 首先會由政方派出一位辯論向反方台上辯論提問 接著就無權指令誰人作答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由台上哪位辯論回應 反之亦然 反方向正方發問 如果雙方對台下發問的財規沒問題的話 現在就會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先請政方派出第一條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發問時間 準備可以向我視而可疑 可以 謝謝 主席評判還有各位 大家好 有方今天這一方面 指出所有節目的尼署 成功出到尼署 而即使被人攻擊比賽的黑幕 有方都覺得是可以吸取經驗自我反省 所以都是尼署 我想問一下有方有什麼情況下 有方是覺得弊大於你呢 謝謝大家 反方一分鐘時間預備 反方一分鐘時間預備 好 OK 好 OK OK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反方拍出一位在台上便宜助達 反方拍出一副,你有一分鐘的回答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反方是誰作答? 請問主席,你是否在說話?我聽不到 是,是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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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喂,聽到嗎? 主席,聽到我說話?請問 是,我聽到你說話的,你聽不聽到我說話? 但是我又再次聽不到你說話 我想請問其他人聽不聽到我說話?是嗎?是我的麥克風的問題? 聽到,聽到你說話 是,聽不到,不好意思 不知道其他同學或者是蘋果聽不到 會不會有台上的辯論員聯絡你們的一副呢?可能請他教一下麥克風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請問其他可以向我示意嗎?可以 可以 只要他參加了選手節目,我可以直接回答你 是不會有弊大於你的情況 因為這個,也都是我今天,我方的立場是利大於弊 所以柳芳今天叫我要如何论证是弊打于你 简直是很搞笑的 就好像终极电竞选手,终极选手里面 赢了的选手直接可以加顶尖战队做职业选手 输了的同学都可以在节目中有职业教练 金牌导师,四冠教练Mini,SK男人哥等等的教练 去教他们 这些是你坐在家里都不会有的离处 今天其实他都承认了,就算不出道都会有好处 例如陈有为他没有出道,在演员请就位里面 他都有自身进步爆光和人气上升等等 而且他的粉丝直接翻了一个倍 这正正就是,而除了友方今天的忧虑就是说 不出道会不会只得闭嘱? 不是,他这些曝光率对于他来说都是尼大于弊 而且他的努力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谢谢各位 请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一个新的加入者 请问是哪一边的辩论员或观众? 现在的名字叫做iPad 究竟他是谁来的? 如果无人确认我就会将他移出聊天室 有没有任何人认领这位参与者? 我会先将他移除 现在到反方的台下,向正方台上发问 留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我可以向我示意,可以 可以 准备 那么同学刚刚一开片就出来跟我们说 因为青少年没有判断能力 就可能会学到选秀节目的不良元素 好,那有方同学基于什么标准觉得青少年没有判断能力 那是否有判断能力的青少年就可以看这些选秀节目呢? 多谢 好,剩下一分钟时间准备 给大家韩咕 咕 厉害 193 003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又请正方拍出一位台上作答 没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可以 试咪试咪 请问各位听不听到 听到清楚 是可以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可能问我们基于什么标准 就觉得今天年轻人是没有判断能力的 但我们现在正正就是看到年轻人容易受人影响 从众的特质 令到年轻人以为看了选秀节目之后 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以为卖人切造假就可以获得认同 而选秀节目正正就是 有这些 灌输这些错误的观念 再者今天有方同学 一副都已经开始承认有弊处 他知道了有恨莫 有哗众取宠的例子 然后就提出了一个假设 就说解决了就已经是利大于弊 但燕芳不是这样 今天我方说了整场都是选秀节目的趋势和情况 是与有方同学的假设是恰恰相反的 例如有方同学所举的偶像练习生 有恶意展触中心委争议 创造型就有不仁道对待陈芳雨的例子 本身他吃素的又逼他吃套肉 还有些出道做解的例子 更加有参赛者 13岁开始为了参加选秀节目 就整容了70次 有方同学这些又是不是有方同学所说的利大于弊 为了追梦为了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这些是不是他的代价 他值不值得承受这些代价? 回答时间结束 都是各位 现在有请政方派出第二条的台下发问 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可以向我示意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评判罪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是承认选秀节目是有黑幕的 但因为他觉得其他节目都有黑幕 大家一起有黑幕 所以就没有问题 不是闭嘱 有方觉得只要损受节目的弊处是其他节目都有的 就代表对青年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呢 多谢大家 请自立通告 不提一百分钟的急据 打赏 什么 在勒充 吃一百把 arius 不提字 乱从 咬 方 姊 倉 叔 据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请范芳派出位别人作答 是米是米 好,有一分钟的回答时间准备可以向我示意可以 可以 有方问我是不是有其他节目有黑幕,所以等于选手节目就是弊打于你 不是,我方说的是因为我们看到07年NBA市政杯都有求证出黑手 04年亚太小姐都有黑幕的时候,是很多节目有黑幕 所以不代表有选手成份的东西就是弊打于你 而且有方说过,黑幕的问题是主办方可以解决得到的 只要解决到这个问题,有方所说的利处就不会存在 其实有方刚刚也承认了,就算出不到,就算赢不到他 他都会吸收到很多经验,人气都会上升随着曝光率 所以就算他出不到,他都会利大于弊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 好,现在到反方派出最后一条的台下发问 是吗?是吗? 是,听得清楚的,你有一分钟发问时间准备去向我示意可以? 可以 叮 谢谢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同学和我们说 这些选手节目有助助长一些错误的价值观 有挖众取重的成分和注重实力以外的元素等等 然后义父又跟我们说说 台湾、韩国等的选手节目都有这样的成分 就说前程了很多例子的论证 其实全场剩下单一个例子用了杨千月论证全场 所以想慢慢的有方同学 除了这个例子之外还有什么例子呢? 谢谢各位 正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来吧 先走了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请正方拍出一位便言作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想不可以向我示意可以,并且听到叮声之后才开始发言 主席评判长,各位大家好,很感谢有方今天的提问 今天有方跟我们说是否只有杨超一个例子,不是 我方今天看到在韩国选手节目《Show me the money for》里面追求的是要贬低人才能赢的价值观 想问有方这个价值观会不会是输送给年轻人是要贬低人才能赢的价值观呢? 再者,我方今天看到《青春有利义》里面的余书因前期因为节目放大他夸张的反应而被受批评 而今天最重点的是我们不是究竟数哪个例子多,而是我们要看回整件事的趋势 去到后场,有方其实就是摧毁变体,说明是不会弊大于理的 一方面赢了的会有人气,输了的会得到指导 但我方看到赢的是有机会造成了顾军变职,因为现在选手节目犯了 但输了的是什么?是梦碎,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努力追梦之后,他们是最后成功不了 甚至是因为造假而导致他们无法赢,这个对于青少年来说不是梦碎 对于青少年来说不是梦碎,对于青少年来说是没有经过大风大落 正方的作答时间已经结束 好,现在会进入页面准备时间,双方均有一分钟预备的,开始计时 好,现在会进入页面准备时间,双方均有一分钟预备的,开始计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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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請問一下,是否有三條嗎? 不是,只有兩條而已 謝謝 謝謝 結辯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反方的結辯作結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 其實選手節目對香港人一點都不新鮮 在香港大家叫做天王巨星 由黎明到陳奕鑫他們全部都是歌唱比賽出道 以前全部喜歡唱歌的人都是用選手節目這個途徑做目標 沒有人覺得有問題反而很崇拜他們 但今天聽著這些天王巨星的歌的人突然說 選手節目對清智靈的影響弊大於你 簡直就是雞蛋裡頭骨頭 其實只是現在選手節目種類多了 但選手這件事一直都有 而選手節目可以發掘證明自己的才能 甚至可以變成職業這件事實一直都沒有改變過 很可惜今天有方同學作為政方就要論證到 閉嘴究竟有多大 竟然可以蓋過利處 但今天有方同學在開篇的時候 所說的並未盡到任何論證的責任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贊成這條電台只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他們認為惡性平衡 令到參賽者聲明受損 第二就是覺得比賽有黑幕 其實有方同學今天沒有論證到 是否所有人看完惡性平衡都會聲明受損 其實這是一個過渡期 其實是一個利處 參賽者可以借此機會改進去學習 甚至可以學習如何大方去接受別人對他的評論 所以不會是閉處 反而是利處 再者其實有方同學說的閉處 根本就和選手節目無關 不是選手節目本身的閉處 反而在各位現在看的電視劇電影 難道沒有惡性評論嗎 在學校難道沒有人說我們嗎 全部都是讚你嗎 這個世界全球是完美的嗎 不是嗎 其實娛樂圈就是這樣 你有夢想想做明星就要去接受這些評論 還有惡性評論難道是沒有鼓勵的評論嗎 我們正正就是用這些鼓勵的評論可以幫助參賽者 所以這個絕對不會是閉處而是利處 有方同學第二就說選手節目是有黑幕 但是其實有方同學根本就論證不出 是否所有選手節目都有黑幕 所以有方同學就不應該抹殺 真心去舉辦這些節目的人的心血 這樣對他們是很不公平 另外有方同學根本就全場不可以肯定 這樣說所有選手節目都參加 這些選手節目都是為了出道 我們有方的邏輯 如果有黑幕的話 為何還有這麼多人想參加呢 其實有些選手者根本就有目的不是想出道 而是希望可以成長學習 吸收經驗我方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選手節目的好處不只是贏那麼簡單 還有可以提供知名度 認識朋友、學習和人相處 時間管理、壓力管理等等 就拿壓力管理來講 現今青少年太經不起的失敗和壓力了 現在新聞很多時候都說青少年因為讀書壓力而自失 因此青少年更需要這些平台去提供這個學習 要這些平台提供一個機會去學習 如何處理壓力 總括來說我們不應該預設所有選手節目都是有黑幕 我們確實見到越來越多選手節目 而是有越來越多參賽者參加 證明這些節目是有很多理處 終結一下全場 其實有方同今日一直都沒有反對過我方的理處 其實每一個青少年都有權追求他的夢想 應該勇敢去追夢無悔今生 但同時也要明白努力才能成功 總括來說有方和我全場的閉處都不成功 而我方說的理處有很多 例如認識朋友、發揮潛能、才能 學會時間管理、壓力管理、學會社交技巧 如何和人相處、團體精神 而最重要是可以實現夢想被人發掘 這裡有這麼多的理處 很明顯已經足夠蓋過有分和所謂的閉處 所以這條片是絕對成立的 多謝各位 眼方的結辯發言時間是36秒沒有過 不好意思 現在有正方的結辯作結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開箱我示意可以 可以了 定 主席、評判、著了角 各位大家好 其實一直以來讀書成績都不厲害 家人因此都很難回答 你學校同學都會看不起我 經常背地裡笑我 但我不怕 因為我的夢想就是透過今天這個舞台 發給全世界知道我是可以的 香港好辯願,加油 如果辯論比賽 今天變成一場選手節目 我剛才的發現 可能會比我方整條主線的內容更加重要 又會比我的辯記更加吸引 可能因為這樣 我會拿到最佳辯論員 但有分同學今天完全不會介意 因為無論今天的結果和過程是怎樣 參賽者都已經有一個機會去展現自己的才能 甚至是實力差那一陣 都可以叫做明白自己不足之處 得到改善的機會 其實我也很希望這個世界是這麼美好 只是選手節目 它始終第一個節目 都是為了盈利而創造的舞台 在這個舞台 青年的才能會變成娛樂大眾的工具 青年的感受會變成可以量化的收視率 為了桌頭 雖然我們要放大參賽者的醜態 怕觀眾們 所以我們就要剪走選手的真心話 一般口中所說的金牌導師 良好價值觀 是否真的足以蓋過以上所有選手節目的缺點呢? 憑君莫話 豐喉是 一將功成 萬骨呼 的確 有青年人可以透過選手節目 找到目標 達成夢想 甚至成為偶像 但是受人愛戴又名勝利就的究竟有幾個呢? 而海選被淘汰 或者一路被認定為陪伸品 就是為節目效果如存在的究竟有幾個呢? 我方今天不是有人輸就是閉嘴 但是問題是 當年青人一心想著展示才能獲取認同 但原來參賽之後才發現三格內定有劇本 自己只是來襯托其他選手 甚至所謂的評審和導師都可能是才能不及自己 但是夠紅、夠人氣的大明星 究竟現在的選手節目還是不是真的選取優秀、摘優而錄呢? 提到現況 第三個《全民造星》剛剛播完 有多少人記得第二屆冠軍是誰? 韓國第二選手節目Produce 101 打著揭露參賽者真實奮鬥經過的旗號宣傳 誰知最新揭露的根源是當地法院頒布的造假名單 製造人更加私底下更改投票結果 原來地複製節目《青春有你》 而就有多名出動藝人被質疑公演假槍 中國有一刻全面禁著以姚詩哥哥去諷刺政治時弊 挑選手大會就有女選手開了兩句副權和社會換笑 而被謀民攻審 而中國好聲音的導演就要求陳奕訊一定要禁制爭隊員 有方說主辦方可以解決這些黑幕 但現實是主辦方不停在製作黑幕 我方不否認選手節目的確令年輕人追夢容易了 但同時夢想畫面都容易了很多 甚至畫面的比原夢的數量更加多 現在的現實就是選手節目於全球盛行 將來而知會越來越多 眼睛好像為年輕人提供多元出路 但節目越多冠軍效應就會越小 越沒有人看節目製作人就不得不借作炒作 操縱和黑幕去搶修士 形成惡性的競爭和巡話 或者 一些都不是選手節目的本質問題 但無可否認的是 我們的社會的確有病 我們喜歡看人失敗 喜歡對人平頭品足 喜歡觀眾至上娛樂至死 令到這一幫有夢想有熱誠的年輕人淪為商品 呂呂呂呂呂都徹底被我們消費 但是最後不如我跟大家說回事實 其實我成績一向都不差 我亦都很疼愛我的家人 以及一直很支持我的教練和隊友 我之所以最後敢說回這個真相出來 因為我很慶幸 我現在參加的一場辯論比賽 我不需要賣人錢 不需要做一些蛙重取寵的行為 因為無論輸贏 我都會得到很多寶貴的意見 總之我在這條追夢路上 只是拿著平凡的腳步 我都有平等的機會 去將我的想法說出來 告訴大家 我是可以的 香港好邊緣 加油!多謝各位 政方結辯的發言時間為3分51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至此今場辯論比賽就告一段落 現在會被一分鐘三位評判去整理一下分子 三分鐘後我會將分子下載作為PDF 再傳給三位評判去確認 亦請如果評判已經確認好自己整理好分子 可以在聊天室打一句OK 我收到之後就可以去下載大家分子 請要多謝 我收到一次 按照砂 做一段落 感谢观看 好,三位评判都已经确认好评分了 在我整理分子的过程当中 都想邀请三位评判为今天的比赛 给予一些宝贵意见 首先有请王新忠先生 谢谢王先生 想请问大家是否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谢谢 好,那我不用麦了 对于这场比赛的评论 很简短地说 主要是有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双方的主线 我认为都有同一个问题 就是不断去说选手节目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蝙蝠是说对青少年的影响 很多的影响是你们自己 凭空的想象或者是小小的一些推论演绎 但是很多的蝙蝠很多的事例全部都是说选手节目里面发生什么事 有造假,有些选手很努力 那究竟青少年在这些节目的过程里面是真正受到什么影响呢 既然是令到他们的观念产生什么改变 他们的行为如何受到改变 有没有任何的事例是可以证明得到 那些青少年真正因为这个选手节目而变得很努力的 譬如尤其变得那个价值观是很扭曲的 我想这个就是双方都有的一个问题 第二样东西就是 这条变题 他本身是讲一些流行文化的东西 所以我想大家在准备还是在比赛的过程里面都很兴奋 很开心地在讲一些跟自己日常生活相关的东西 试咪都讲那个急口令 但是呢 我是完全没有看选手节目的 所以其实这场比赛里面有很多的部分 你们讲的事例我根本是完全跟不上的 就是由政方开变 那个冰青玉结 我听了很多次 但是我不知道那件事是什么事 其实 你们不断说那件事就很差了 然后就 我不知道怎么差 然后反方就说他们都被淘汰了 但是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发生什么事 你们不断说很多罗列很大量的事例 但是其实我是跟不上的 就是我是不知道 我无从去判断谁对谁错 因为我根本都没 听到完整讲述那件事例一次 那我怎样去判断谁对谁错呢 那你们就已经有很多的来往了 就着那些事例 不断去进行辩驳了 但是那件事本身是怎么样呢 就没有一个很充足的陈述 又或者很多人名 团体名 节目名 其实 是的 很乱 所以我想在那个演绎上 都是没什么顾及 白纸一章的观众的接收 那这个是一个问题 第三样东西就是演绎上 今天双方的那个语组都是极快 就是由正方开变开始已经是 尤其是正方 每一位的同学都是声嘶力竭的 去进行你们的 就是稿件的演绎 很澎湃的 但是其实你长期的澎湃 对于听众来说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有一些 起伏 之后的演绎上 就是你们的稿件 我知道你们是粉细则俗的 你们是见到世界的不公 你们是为公义发声 我明白的 但是你下下都 这样 就有点 有点难顶 所以 内容上 主要是听不明白 听得明白的部分 就觉得是 跟青少年 好像没什么 真正实质的影响 那些青少年的例子 演绎上 上面又是 好节目 大概就是这样的 多谢大家 谢谢黄新宗先生 现在有请 邝铃恒先生 麦克 听不听到呢 清楚 谢谢 好 多谢赛会的邀请 其实跟 和刚才第一位评判的评语 第一点是很类似的 整条片是 主要的争论点 其实不应该是在选受节目的 好与坏 他 有多少效果 等等 或者他的收视率是怎样 他出来的人 是否冠军选出来 是否名乎其实 是否更加值得成为冠军的 好像去到后面 就是 杨超越是否比姜濤更加值得成为冠军的 的一种讨论 但是其实后面 我也理解这个辩题里面 最困难的 其实就是怎样去证明 对青少年的影响 这是双方最难去讨论 所以这场辩论比赛 双方的选择 是不讨论 或者他们两个都只是在主辩里面 大家很轻轻地提及 就是 正方就跟你说 他看完之后 他就会模仿的了 他有个从众的效果 我很简单想问一下 这里有十几位别人 你们有多少看完这些 振奋人心的选受节目之后 你们是模仿了他们的呢 其实又不可 你会知道其实在看完和模仿中间 是有一个距离的 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导致那个影响 那正方要去建构这件事的话 其实相对是难的 所以同样原理出现在反方 究竟他怎样才会对年轻人带来一些利处呢 那 反方的铺陈就是 他看完 他会学习里面正面的价值观 然后他可能会获得一些选手的指导 我觉得大家其实 既然这件事是真是难证明的 因为 第一 双方对什么叫青少年呢 其实都没落过住脚 我觉得这个是我拗头 跟刚才的评判不同 我是一个很喜欢看选手节目的评判 你们大部分讲的节目我都有看过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今天究竟 我这个人我是否纳入一个 青少年的讨论范畴里面 其实是没有讨论过的 你是说10-14岁 你是说14-18岁 你是说18-25岁 我觉得这个都值得讨论的 因为你们经常说那些什么 心智未成熟的 但是如果根据很多 你世界性对于青少年的那个 那个定义的话 可能30岁打落都是青少年的时候 我又很难相信 一个25岁30岁的人 他会突然之间有那些影响 所以其实你们怎样去 清少年这件事 我觉得双方都应该更加清晰 那 其实 既然说到那么难 去定义青少年的影响 其实双方是不是没有一些 比较容易立脚的位置呢 其实不是的 双方都 在今天这个辩论比赛里面 有 灵光一闪的样子 其实大家都有去 捉到过一些地方的 那譬如 反方是曾经捉到过 一个位置就是说 去过利处就是 你平时自己打机 你不会有人指导你的 你不会有人去帮你做 检讨的 那这些平台 这些的机会 不是你在家 打10个小时 20个小时 不是你很努力就可以的 你要有平台 给你发光发亮的 这样 捉到的 是的 你对他的 尼处你给了一个平台 他 那现在既然说到 有疫情 其实我觉得可以跟现在的时势 时局 是 挂钩多些 可能说到青少年 你如果用传统的方法 你上流性是 很少的 你要的话 你就要参加一些这样的节目 或者有些什么平台 提供给你 你要去自己争取 那么反方是 正方是去到结变的时候 捉到青少年 其实是可以包含参赛者本身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 就是一将功成万骨夫的概念 其实 我就听完 正方的结变之后 我就觉得辩论比赛正式开始了 我真是想知道 讨论究竟会是怎样 那么 这个是 比较可惜的地方 就是在捉住那个对青少年影响 比较多影响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另外就是 最后 很快说 就是大家对于一些字眼上 我觉得用得太过笼统 譬如正反双方经常用的黑幕 其实里面后面包含着的东西是很多的持份者 当中包括赞助商 电视台本身 广告商的期望 甚至乎可能关注到的收视率 网络平台 连登 如果你在香港 就是 全民造星3 可能 你在连登上是全民关注 添无几时被人 淘汰的 在这些情况下 其实 他们是有 影响的 对这方面 所以不要只用黑幕 或者评击 这些这么简单的字眼 就去 去讲述这些持份者 在这个变题上的影响 其实不应该只是 停留在那些参赛者本身 我觉得在其他的持份者本身 都有探讨的空间 最后就是一些推论 其实双方都出现了很多直线逻辑的推论 但是其实这些推论 你自己 看回录影 大家可以回去 是会有点奇怪的 譬如反方曾经提到 就是说 你看完之后 你看看他们的上进 你会学会抗压力 现在我们就是抗压力越来越差 所以越来越多的选受节目 就可以令到他越来越上升 按照刚才 反方的说法 其实这个直线逻辑 你会觉得挺好笑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30年前可能只有两个选受节目 那时候的抗压能力 那些人就挺高的 现在就有300个选受节目 那些人的抗压能力反而低了 那究竟怎样去正立你刚才那个 那个推论就是 你看多选受节目之后 他的抗压力就会高了 我看完300个之后 这一代的年轻人的抗压力是低了 这是一个什么的演绎呢 我觉得这些要小心一点 如果你想用这个 作为一个推论的话 你中间就要谨慎一点 去讲清楚那个因果关系 那这些是我以上的分享 多谢赛会 多谢两队的辩论队的准备 多谢 谢谢抗压恒先生 那继续有请黄君豪先生 大家好 首先不好意思 刚才迟了一点 好 我认同刚才两位评论所说的 就是大家讲青少年 的利弊的时候 没什么讲年轻人 这种东西 因为主编有提 正方说他们会 学了挖重取从 反方说他们会学了这个 如果不努力就会不成功 所以他们就会发愤了 但是 再下去的时候 有没有 例子去讲一下 就是 有些什么人可能真是看完这些选手节目之后 被人挖重 就是学了这种挖重取从之后出来 可能会 做些很 突出的东西想引人注目的事 或者可能反方会不会有些可能 参赛者说 可能自己是受到以前 那些选手节目的那些人的看法 然后自己就出来追梦 有没有类似的 资料去跟我讲 就是 真是年轻人 是因为这样而受到影响的 这是第一点 到第二点就是 一些在回应上 我觉得到后场的时候 大家 就是 两边 尤其是反方的回应 开始偏向单一 譬如对面跟你说 有黑幕 那这个回应是两步的 第一步就是 其他地方都有黑幕 第二步就是 这个黑幕是能够解决的 但是 当这件事情再听多几次的时候 我就会想 你说的可以解决 那我就在想 你是会怎样解决呢 就是其实 究竟是选手节目 就会造成这些黑幕 就是当中的利益输送 就会有这些黑幕 还是纯粹是部份人的操守问题 那 是可以去解决的 那 就是要再论多一点 就是去攻击对手的时候 如果不是再听多两次 那我就会开始去 思考或者质疑 而 正方同样地 你跟我说 很多选手的 节目的人会被人评击 会被人骂的 这样 你有说到一个青少年特质 叫做抗压 能力低 等等 但是 有没有一些例子 被人评击完之后 他发生了什么事 可能他会不会 因为这样 可能易击屈 就是有没有选手的 参赛者会是这样的 那就是我会期望 可能会多一点的资料去说 那而最后一样东西就是 就是撇除你 说对年轻人的影响 单看选手节目本身 那我觉得 正方你有说到是 就是 选手节目本身是 商业化 过度商业化 所以会造成一些弊处 那 但是反方说的时候 那 就是 对了 比较直线流测就是 有人去 努力 就是只要看了节目 就会努力的 但是 那个节目或者 本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令到青少年看完 就会努力的 就是可能 要强调多一点 就是 可能里面有很多的 拍摄他们很努力训练的过程 可能他们 就是训练的时候 可能会累到哭的 但是他们不坚持的 会不会 就是可能讲多一些 的 音乐出来 给 具体一点的感觉 就是 这个是选手节目的特色 而选手节目带来这个利弊 那或者可能是 或者青少年 选手节目给他一个平台 给他一个专门的平台 但是 专门 他专门在于哪里呢 你和我说有导师会指导的 就是 都只是讲了一两句 所以 我会觉得首先 在 就是 选手节目 当中的特质 我觉得 可以 就是两边多一点 就是 他 特别的支柱 或者他的特色 而年轻人那里的利弊 大家都要再论多一点 还有在回应方面 尝试再 作多一点 深入一点的论述 这样 大约就是这么多 谢谢 谢谢黄君豪先生 感谢三位评判 都给予了好宝贵的意见给双方 比赛的结果 都已经在我手上了 现在我将会宣布赛果 首先会为大家宣布 今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 今场的最佳辩论员 为反方第一负辩 而今天的赛果 由三位评判 所以赛果是会以票数作计算 正方得票为三票 反方得票为零票 会员只由正方胜出 好 亦都感谢今天双方的参与 和评判的准备 所以谢您看 请不吝点赞 怪兔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